在嫌疑幽靜的社区内 坐落了一间充满艺文气息的书店 它是南侃1567小书店 明亮的落地窗内 读者耐心的寻找书籍 店门口的小板凳是书店创办人夏琳 小时候阅读的美好回忆 这个位在桃园的社区型书店 是夏琳为南侃这个地方 所打造的微型艺文聚落 店内来往的客人 有些是第一次来访 却也不乏天天来报到的常客 因为这间就在住家附近的书店 不只是卖书 更让在地的居民重新认识南侃这个地方 一间开了一间在地的社区型书店的话 我让邻居们多多知道说 原来南侃是这个地方的 大家不知道 然后希望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展示 让大家更了解说 原来我住的这个地方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书店开幕的那个礼拜刚好是夏琳的四十岁生日 这间书店的创立就如同给予她的生命一个新的起点 我常常都会觉得说 做了这件事情 虽然车力不倒好 虽然可能她的后 她的末路可能也是倒变 可是那个中间的过程是很美好的 觉得说 跟我的家人那边有一个传承连结 南侃1567小书店 不只是小社区里的一文俱落 对于夏琳来说 更是一间延续梦想 以及连结当地居民 和传承父母情感的无价书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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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age